苗栗市南苗市场最近出现大型伸缩膨价 民众原本以为是公所为了改善市场环境而建制 但是经过了解是南苗市场管理协会进行设置 不但向摊贩收取5万元的建制费用 还占用道路属于违法行径 苗栗市公所会刊之后要求限期改善 走进苗栗市南苗市场 原本摊商都是使用大雨伞遮风挡雨挡太阳 但是走到中段却发现有不一样的伸缩膨价 民众购物摊商使用都觉得很方便 以前那个打雨伞 他们打那三角那雨伞的话 有时候会老人家跌倒会跌倒 他现在不会有这种现象 就是比较安全然后看起来比较开阔 对啊然后我们来讲的话 客人在那边走路中间不会下雨 也是方便 民众原以为是苗栗市公所为了改善市场环境的新设施 但其实是南苗市场管理协会未经合法申请就建制 里头暗藏危机 很多人以为这是市公所的得正 那如果是市公所做的属于合法的建屋的话 我们一定也会支持 甚至我们会请代表会来编预算 来支持我们这个预算 我们把整个做起来 可是我们叫请我的公务来看了一下 这里是道路用地 那道路用地是不可以随便来做这个立柱 不但违法设置市场管理协会还向摊商收取5万建制费用 引起部分的摊商反弹 市公所除了要求不得再建制新的棚架 也将邀及县府等相关单位实地汇开 改善现况 主要是我针对这样子违法的 这样子的一个没有杂项之道的建物 我觉得这样是不太对的 我们也是希望说 业者可以在一个期限内 一两个礼拜内把它改善完成 让大家不要对政府误会 那文中这边绝对不会准许他们一直往下做 甚至去跟摊商收钱的这件事 所以说也请各位摊商不用担心 这个没有市公所要跟大家收5万块的事情 未来南苗市场改造规划也将持续进行 赋予传统市场新生命